曾经我们想着长大了是上清华还是北大呢?我们激情盎然,时间飞快,长大了才发现,我们上着自己并不理想的大学,激情减退,我们迷茫。 如今如果把激情渗入到自己喜欢的职业中,我们会发现日子是多么的清爽。 每周五我们都会把杜高斯贝社区里最新的资讯带给大家。 本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大家最喜爱的交易者竞赛。 来自马来西亚的C928设法获利248点,成功了获得6000美元的奖金。 这是他自2011年参加该竞赛以来首次获得如此丰厚的大奖。 梅花相自苦寒来,总有一天,已会成为夜空中最闪亮的星。 来自埃及的Magnet9以三分之差,位居其次,恭喜他获得3500美元的奖金。 而同样是来自埃及的Mr. Goodman,则获得了2500美元的奖金。 7月27位获奖者,请参与我们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。 接下来我们走进策略竞赛。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乌克兰的Marinova0429,恭喜他获得6000美元的奖金。 而来自立陶宛的Dome,则以一分之差,位居其次,恭喜他获得了3500美元的奖金。 来自印度的Volksmox,则获得了2500美元的奖金。 接下来我们再走进社会交易大赛。 来自俄罗斯的Volkbikesonaisepic,在该竞赛之中表现英语,恭喜他获得1000美元的奖金。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信号提供商大赛。 来自印度的Surinasa在该竞赛之中,一总盈利达到148万美元的奖金,获得了2000美元的奖金。 而来自英国的Saint Frantic,这一总盈利105万美元的优异成绩,获得了1500美元的奖金。 来自乌克兰的Lord 93,则获得了1000美元的奖金。 同样的掌声送给其他获奖者们。 最后来看一下Dougaspey-Jali大赛。 当前的参赛者已经达到了近2400位。 7月的Yali在经过层层角逐之后,花落来自乌克兰的Saklat女士。 感谢她为我们呈现多姿多彩的生活,也证实了乌克兰出美女的传言。 本周的任务也非常有趣,把激情和热忱带到工作中去,为我们展示一张工作照,一起来分享自己的小生活,互相交流吧。 好了,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 我是维珍,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。